沿著基隆河畔 暖江橋下的活血地形 立即映入眼簾 基隆河自行車最後一段 终于完工启用 往东一路畅游到瑞芳 往南更能直接进入戏址 3 2 1 请用捷 副市长邱佩玲 副议长杨秀玉 议员莲恩典 林敏薰 陈冠宇 和经济部水利署官员 邀请当地民众 一起体验步道 不少民众举起大拇指 开心迎接步道启用 全台湾可能没有一个 自行车人行步道 有千年的古今的历史 而这古今是天然的湖雪 再加上最新的工程做法 因为我们没有附地 所以需要用高桩去 高价的桩去把它打出来的 很感动 在基隆有一个 可以在全台湾 号称是最棒的一个自行车 人行步道 同时间当国际友人来的时候 我们所有在座的每一个居民 可以很自豪地说 这条人行步道 串联了 新北 台北 更重要的是 它的历史价值是不一样的 很开心各位可以参加 我也很谢谢 一个步道的完成 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功劳 在行政院那边是希望说 能够发展水系 和系 和系的这个自行车道 所以呢 我们从这个福隆 也就是贡寮那边 有一个这个旧草里隧道的一个自行车道 那沿着这个三雕角的这个隧道 然后到了这个瑞芳 那从瑞芳在沿着基隆河 到我们这个四角亭的瑞庆桥以后 就接到我们这个自行车道 我们这自行车道接完以后呢 再往南走到这一个 过了巴图桥以后 那就会接这一个 我们石河局的这一个 基隆河畔的这个自行车道 它就会到五堵 然后到这个台北市 到接到新电锡的这个自行车道 最后会接到大汉锡的自行车道 那就可以从新北 基隆 台北市 再回到新北市 最后会到桃园市 这一整串的这个自行车道 都是沿着河系在走 那这一段的这个自行车道通车以后 我们自行车的骑士 就可以不用跟汽车在公路上面去挤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其实已经有自行车的骑士在后面挤了 是相对的非常安全的一个自行车道 那也是风景非常漂亮的自行车道 应该是说就是新北基隆端那个就是五堵隧道口那个地方 原本他就是要经过那个千翔角那个八德路 那因为就是他没有那个引道 所以我记得我在第十八季我就提案说这个一定要用引道 我想这个我们知道说台湾真的是能够这么进步就是工程师自我 我们在座的工程师都是真的是都是理工人才 所以真的台湾如果有理工人才自我的话 包括我们谢市长他也是麻省理工学院 他本身也是这个理工的专才 所以他的逻辑思维 我相信未来基隆市一定会更好的 所以我也非常相信我们市长未来会把基隆市的整个市政 觉得是务实的呈现在我们的乡亲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民生 整个会呈现给乡亲 我想老百姓要的不多 就是我生活过得好不好 那这个是我们等了非常久 那因为长期以来其实这个新农街的这个交通 人车真道呢 尤其我们沙子车有很多其实非常危险 那在这个玄壁市步道衔接串接之后呢 他不只是改善了我们当地的这个人本环境的交通 那也是串接了我们整个过港和平公园 跟我们地内防序步道 到了整个瑞芳四小亭 这个整个很好的一个休闲廊道 把它做一个串接起来 那未来我们就可以从过港 然后新农街这个今天启用的这个步道 然后走地内吊桥 那一路到和讯步道 我们这个很好的一个大概三点多公里的这个 很棒的一个生活圈 不只是早起的民众可以使用下班的民众休息 那或是整个全天后 其实都会有很多民众来做使用 那我们自行车的朋友也可以骑这条 欣赏我们整个过港 独有的这个很特别的这个 这个湖穴的这个自然景观的地形 那希望让借由这个步道的启用 让更多的好朋友们 不管是新北台北 或是整个我们全台湾的民众 都知道我们过港 暖暖这个地方是一个好山好水 那非常漂亮非常适合大家来这边做一个休憩的一个城市 那我想我们暖暖这个是非常的光荣一件事情 那把这件事情在经过我们市政府 做好之后 我相信会对我们不但是周边的居民 对我们的休憩休闲 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同时让台北新北的好朋友 也能够常常到我们基隆这个地方来 一起来游记 一起来过这个好山好水 欣赏这个好山好水的 这个好地方 重点是未来我们的自行车组 或是你是一个徒步的旅行者 你可以从浪暖车站出发 或从过港出发 经过八中里 进到七堵到五堵 一路连接到淡水 我们可以撞游淡南谷道 我们可以撞游到淡水 我们可以把整个北北基陶 都把它成功串联起来 而且这个最后一段要感谢 也要再更加肯定市政府 两任市府的努力 后半段我们也会再持续争取 包含是我们的湖穴 要成为一个地质认定的保护区 让它更加备受照顾 就是备受关注跟观光之外 也要推动后面 包含是自行车的串联 比如说U-bike系统 或者说自行车租借系统的进来 然后让整个步道更加友善 这条步道全长1.9公里 工程设计从暖江桥下穿越 让民众能够安全的近距离 欣赏湖穴景观 另外设置了景观平台 供民众平栏杆眺望 启用于事前 不少单车骑士 已经迫不及待先行漫游体验 整个我们的自行车道 串联了北北基陶的 一个整个自行车道的 一个河滨的部分 那当初设计是调整既有的步道 还用生态的设计的方式 那保留现有的湖穴 还用友善的方式 调高的方式 那也增加了夜间的照明 把整个步道给串联起来 不仅可以让附近的一个 我们基雄市区的民众 对于这个河的部分 不在很远的距离看得到它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接触这个河 这个河里面 包括我们这个河里面的一个万年的湖穴 都可以很亲近的可以 可以在这个自行车道的部分 我们可以边慢跑或边骑车的时候 就可以欣赏到整个基雄河 河滨的一个风景 那发展我们基雄市的一个观光产业 把整个周边的一个风景区 这段自行车道总预算八千五百多万元 完工后更拉近了周边居民和基雄河的距离 民众不仅能在步道上悠闲散步 单车骑士也能在左右岸的自行车道畅通无阻 轻松体验河滨的漫游 记者 黄绍铭 基隆报道